好 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 来看高雄市这位许姓这个女子呢 她失业半年去新公司面试 面试结束之后 发现自己的机车竟然被脱掉了 她觉得不对 因为她明明有停在停车阁里面 没有违规 为什么 调越了路口监视器 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在这名男子的身上 原来这名男子呢 为了牵出自己的机车 把她的机车挪到马路中央 放任不管 最后害得她吃上了一笔罚单 穿着咖啡色外套的这名男子 将这辆银色的机车 挪出停车阁外 接着把自己的机车牵出来 这时候她还停下车 本让以为她是想帮银色机车 移回原位 没想到她只是从车厢内 拿出安全帽 戴上后从容离去 40分钟后 交通大队到现场 看到银色机车停在马路中央 立刻拍照搜证 将车子脱掉 26岁的许小姐面试完 发现机车被脱掉 简直气炸了 很过分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是把别人车拖走 对啊 赚钱很辛苦 许小姐实业半年 好不容易到高雄市 中正四路的一家公司 面试新工作 没想要停好车 才过了两分钟 机车就被证明 叼着香烟的男子 硬是搬离 停车阁外 更因此吃上罚单 很难过 就既然来要买面试 就是要来赚钱的啊 怎么就被拖走 就花了一笔钱 那你被罚了多少钱 被罚八百块 对啊 还要坐计程车 真的好生气 许小姐最后 调阅附近路口的监视器 发现男子过分的行径 证明自己的确没有违规 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选选基建红月方 高雄报道